一个饭盒丢到男人脸上 没想到脸立马就变形了 因为这个男人是黏土做的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美术教室 美术老师搬到乡下 开了一间雕塑培训班 他正在院子里挖材料 却发现了一个铁盒子 打开里面是一袋泥沙 老师刚好缺材料 就随手把他丢在了门口 殊不知这袋泥土以后会变成杀人狂魔 开班后阿珍过来上课 他本就是老师以前的学生 这次来没带材料 就去找土 刚好看见了那袋土 就直接拿来用了 不料这袋土是有生命的 喷上水变成有黏性的泥后 就会发生变化 阿珍捏在手里 感觉这块泥的手感和以前的都不太一样 突然他看到黏土好像动了一下 带仔细去看时又没有啥 阿珍以为是自己眼花 便没有在意 谁知道了晚上黏土竟然复活了 伸出长长的触角偷走了桌上的美工刀 第二天阿珍继续捏土 一不小心就被里面藏着的刀片划伤 瞬间鲜血如柱 和同学不熟的他还以为是被报复 所以没敢吱声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大开眼界 手指放在粘土上 鲜血一秒被他吸收 但这个时候阿珍还没意识到危险 同时外面来了位神秘男子 他没有找到那袋土 顿时神色紧张了起来 土被别人拿走 之后一定会有灾难发生 晚上黏土果然再次作乱 他肚子太饿 直接拿小仓鼠开饭 简直不要太残暴 第二天同学们看到惨死的宠物 不禁感到有些悲伤 更令人疑惑的是 阿珍看到自己的雕塑作品被毁坏 特别是嘴巴那里缺了一大块 阿珍愤怒又委屈 但也只是默默地把它复原了 阿珍依然以为是同学恶作剧 哪知以后这块粘土只会越来越可怕 这是一块神奇的粘土 小美低手指被钉子划伤 有鲜血流出 这时雕塑的耳朵突然掉了下来 小美给他重新粘好 不料血粘在耳朵的一瞬间 全被吸收了 下一秒雕像张开嘴死死咬住了他的手 似乎要把他整只手都吃掉 他居然爬出一只土做的老鼠 接着钻进了小美的衣服 然后一路向前 直到爬进了他的嘴 奋力反抗的小美一把扯掉老鼠 扔了出去 但他的手上仍然裹着很多粘土 为了摆脱这个可怕的怪物 小美拿刀向他狠狠地扎去 可惜粘土没有痛感 小美看到燃气灶瞬间想到办法 直接开火把怪物放在上面烤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 怪物终于松口了 暂时摆脱险境的小美准备打电话求救 没想到手指碰到屏幕的那一刻瞬间变软了 因为手指已经变成粘土 还粘在了一起 无论小美怎么努力也分不开 被逼无奈的他只好拿手臂往桌子上撞 不料整个手臂都被撞掉 血也变成了泥土色 手臂越变越大 直到长成金鱼形状 张开血盆大口吞掉了小美的头 最后把他整个身子都吞了下去 隔天大家都没看到小美的身影 其实他被困在了粘土中 刻间小丽出来散心 小美却出现在他面前 一言不合就拿刀划伤了小丽的手掌 然后疯狂瞬息他的血 小丽想反抗 结果一用力就把小美的头皮整个扯了下来 她的手开始发生变化 逐渐粘土化 最后小美按到小丽 将她整个人全吞进肚子里了 奇怪的是不一会小丽又现身了 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姿势略显僵硬地靠近老师 她举着刀正要偷袭老师 却被出来的男生打断计划 小丽很生气 等男生一个人在房间吃饭时 上前一刀劈伤了她 男生看到小丽的脸破了 里面净露出黏土怪物的真面目 男生的身体被怪物占领 举着刀要去追杀女同学 女生吓到跑进房间 在关门的瞬间 砸断了男生的泥土手臂 然而手臂依然有生命 伸出触脚抓住了女生的脚踝 男生正在追杀同学 一个饭盒扔过来砸在了她的脸上 没想到男生的脸瞬间变形 面容极度扭曲恐怖 不久前她拿着一把尖锐的三角尺 欲干掉女同学 女生只能全力抵抗 在强烈的求生欲下 女生一个反击将尺子扎在了男生脸上 但已经变成黏土的男生丝毫没有感觉 继续朝女同学扑过去 发生这么大动静 老师终于赶来了 结果下一秒就被男生弄伤了脸 黏土很喜欢吸血 马上把火力转移到老师那里 老师毕竟是大人 有力气对抗 把男生直接推到堆满杂物的最后面 没想到怪物的头如此脆弱 一撞就掉下来了 但黏土生命力顽强 依然不断长出触角 老师和同学合力将它压在木板下 结果黏土还是从缝隙里钻出来 女生只能不停地打击这些怪物触角 眼看它就要从背后袭击 这是一块木板飞进了怪物嘴里 原来是那位神秘男子出现救了他们 随后拿出火器对准怪物烧 等泥土变硬后再一脚粉碎 怪物终于被瓦解 原来这里之前是一位雕塑家的工作室 但无人欣赏他的作品 雕塑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直到有天同学找来 主动提出要帮他卖雕塑 雕塑家信以为真 从此没日没夜地做雕塑 不幸的是他得了严重的皮肤病 依然不肯放下工作 甚至将自己的血柔进黏土中 完成了他最后一件作品 没想到同学吞了卖作品的钱还债 得知真相的雕塑家和他大打出手 结果一个不小心就被对方杀死了 同学为了掩盖罪行 将他的骨灰和作品一起变成泥沙 也就是老师发现的那袋材料 黏土怪也就来自这里 很显然这位神秘男子就是当年的同学 现在又把怪物重新变成泥土埋进地里 大家的生活终于回归平静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没日没夜地工作 容易失去战斗力